玉里镇青年会配合2023花莲幸福耶诞城 特别打造了南区首座环保耶诞树2号晚间热闹点灯 并且为23号登场的耶诞庆典来暖身 会长张燕豪表示 当天会有采接游行、青创市集及DIY体验、公益团体表演 邀请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 玉里镇青年会等各级长官贵宾共同按下按钮 一旁一层楼高的圣诞树顿时亮起 现场烟火齐放为2023南区夜战庆典系列活动揭开序幕 以芒草芦苇、树叶、竹子等自然材料打造的环保圣诞树 由在地青年备时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 搭配圣诞迷路灯饰 现场充满了浓厚的圣诞氛围 蛮高兴的啊 怎么说怎么说 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过的美套 我现在可以拿上来看 哦 我会做美套 为了欢庆一年一度的圣诞佳节 玉里镇青年会也呼应2023花莲幸福夜战城活动 特别打造南区首座环保夜战树 并且举行点灯仪式 会长张燕豪表示 这只是个开始 圣诞一系列好看活动也将陆续登场 12月3号到12月23号是我们的五毛星集点活动 那可以在我们的七大温泉馆 然后还有在地的六家民宿 十家的在地美食 还有我们23号当天的市集 都可以集点 起码五点就可以换我们23号主活动 晚会的摩采券 那当天呢 我们也有邀请我们最初的恋人 八大熊 一起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一起同乐 玉里镇夜战活动 今年已迈入第15年 今年除了是环保圣诞树热闹点灯 23号还有一连串游行采接 庆祝表演 也连结在地青农的青创市集 要让南区乡亲以及游客 都能有更丰富的节庆体验 也欢迎大小朋友 在岁末齐聚花莲 共同欢庆夜战佳节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好